想减肥的注意了 作为一个减肥过来人 我告诉你 如果你正要减肥 那么有几个减肥谣言 你必须提前知道 因为这些谣言 简直可以认为是侮辱智商 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 传出去真的很丢人 关键你减肥肯定成功不了 第一 如果你经常刷短视频 看到这么几句话 比如跟我学几个动作 几天受几斤 比如睡前四个动作 每月受多少斤 早起几个动作 每月受多少斤 原地几个动作 每周受几斤等等吧 像这种标题 你只要看到 心情好了就滑走 心情不好 你就点个举报 绝对没有冤枉的 因为想要通过运动减肥 第一强度要够 第二时长要够 区区几个动作 要是能瘦下来 那这个世界上 早就没有胖子了 第二 有人说减肥后人会显老 这是个谣言 我今年已经40岁了 我没有觉得自己 比同龄人更显老 但是请你记住 减肥时过度饥饿 人容易显得憔悴 减肥时运动量过大 过量耗氧 人容易皮肤松弛 所以这种情况 减肥的人 减完的时候 看起来会显老 就像甲铃那样 但是呢 随着时间的流逝 很快就会恢复正常状态 所以想减肥的朋友 不要有这种顾虑 第三 有一些专家说 要减肥必须要运动 不运动就瘦不下来 这也是个谣言 要想瘦 唯一要做的就是 每天保持热量有缺口 就是你的热量摄入呢 要小于支出 至于这个缺口是少吃 还是多运动造成的 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运动无非也只是 让你饿得更快而已 不过等你减肥成功之后呢 养成运动的习惯 其实更好 因为它可以帮你保持身材 但是瘦子坚持运动 可比胖子坚持运动容易的多 总之你记好了 不是坚持运动能让你变瘦 而是只有瘦子才能坚持运动 所以先瘦下来 瘦下来以后再说 第四 有些专家说减肥要慢慢来 其实这也是不对的 从我和我身边人的经验来看 减肥每个月减掉自己体重的5%到10% 是比较合理的 最好是能达到10% 假如你现在150斤 如果你第一个月没有减掉15斤 那往后会很难 因为减肥的过程呢 体重下降并不是保持相同的速度 而是越来越慢 前几个月速度是最快的 如果前两个月你都慢悠悠的 那么成功的概率会非常低 你想想你身边那些减肥成功的人 或者电视里那些减肥成功的明星 哪一个不是半年之内 甚至三个月之内就让人刮目相看的 毕竟长痛不如短痛 长时间忍肌挨饿 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你放弃 因为和人性做斗争 你是不可能成功的 所以你一定要敢在放弃之前成功 第五 有人说肥胖的元凶是油和肥肉 所以减肥的时候 看见油和肥肉就觉得是洪水猛兽 其实这也是个谣言 不管是瘦肉还是肥肉还是油 其实都不容易让人长胖的 真正容易让人长胖的 是高温加工或者深加工过的肥肉和油 比如反复煎炸的食物 因为真正容易让人长胖的不是普通的脂肪 而是反式脂肪酸 反式脂肪酸在体内非常不容易代谢 容易变成脂肪在体内堆积 高温加工或者深加工会使油脂中的反式脂肪酸增多 所以这就明白了 炖肉或者火锅肯定是比煎炸的肉更适合减肥的人吃 因为炖肉或者火锅是用水煮的方式烹饪的 水的温度最高只有100度 因为水的费点只有100度 而煎炸的温度一般都超过200度 所以这种高温加工过的肥肉就尽量少吃 第六 网上经常会说某些食物能减肥 比如蜂蜜 比如醋 其实都没有什么科学根据 蜂蜜的主要成分就是果糖和葡萄糖 它其实就是糖水 而且是很稠的糖水 所以说蜂蜜能减肥的一定是卖蜂蜜的 还有说喝醋能减肥的 更是动动脚趾头也能想到 肯定不对 因为山西的胖子也不少嘛 尤其是市面上那些果醋饮料 往往还打着减肥的幌子 其实为了增加口感 里面都添加了很多的糖 即使醋酸真的说有那么一丁点作用 和添加的糖比起来 也绝对是得不偿失的 先聊这么多 我是郭飞 一个每天和大家分享减肥经验的 普通减肥成功者 拜拜 咱们下个视频接着聊